大家好 我是陈淑芳 今年83岁已经打完第三剂COVID-19疫苗 打疫苗前要吃饱睡饱 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 长辈要请家人和照顾者陪同 到了打疫苗的地方 会有医生为你评估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请教医生 选取袖子打完疫苗 在现场休息至少15分钟以上 确认自己身体没有问题 才可以回家休息哦 回家后记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 多休息 多喝水 如果身体有不舒服 就像一直发烧 超过48小时 还有呼吸困难 有晕眩 心脏跳得很快 还有全身红疹等等 一定要请家人带你去看医生哦 我是陈淑芳 请跟我一起卷起袖子 接种疫苗 提升保护力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富裕 饮料 华尔街 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饮料华尔街 那今天台北股市呢 果然出现大涨 对不对 所以我上个礼拜 我在跟大家讲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人会相信我讲的话啦 我跟各位讲说 钱就是准备好 我们来抄底 我连续打了两天 我为什么从上个礼拜 是跟各位讲说 这个地方已经跌过头 不太合理了 我的依据是什么 我说我只看两个东西 我希望大家也跟着我一起看得懂 第一个叫做油价 油价我看到富裕特原油 明明是从糕点往下做回落 对不对 这个拜登要去跟七大油三谈判油价 然后在七月中他要出访沙特 希望沙特要提前去供应 这个美日人一个油的供给量 所以油的供给量变多的时候 油价他当然会下滑 对不对 所以你当你看到油下滑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美国接下来所要公布的CPI 它自然而然就会下降 因为这一波的跌是因为 整个美国CPI飙到8.6% 对不对 那8.6%里面 油所占的这个成分是多少 8.6%油就占了3%左右 所以油如果往下降的话 那代表整个美国通膨的压力 就会减轻嘛 所以我说当你看到油下来的时候 其实没有道理台北股市或是全球股市要跟着继续往下崩跌 最后这个阶段绝对是什么跌人性的一个恐慌 当你看到会不会三雄在杀的时候 我讲了这个已经会牵动到盘面上很多的这个资金 对不对 因为有一些丙总资金 也要开始砍股票 那有一些大户呢 因为会不会三雄 融资要补钱的关系 它或许要砍其他股票 所以会造成整个资金上来讲的话 会出现一些乱象 但是我说这个绝对是短暂现象 我比较在意的是什么 在意的是整个油的价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看什么 第二个我看十年级公代殖利率 对不对 我讲了十年级公代殖利率 这一波它会往3.5%做靠 3.5%到了一个门槛之后呢 接下来怎么办 它会卡在这个地方嘛 你看一下我前面 我节目是不是这样讲的 我跟你讲 它3.5%就是过不去啦 因为它短期目标 整个升息的短期目标是3.75% 那现在已经快到3.75% 它已经到3.5% 现在这个地方观望了嘛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坎 它过不去 接下来就是往下降 那我们明明看到 十年级公代殖利率往下滑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美国的到这个 纳斯达克指数 它就不会再往下破底了嘛 那可是呢 当你看到纳斯达克指纹的时候 台湾股票市场还在杀 那你觉得合不合理 我上礼拜就跟各位讲说 绝对不合理 但是股票市场 大家要眼见为平 当你一定要看到涨之后 你才愿意相信我讲的话 那这个就是资讯的落差 如果可以先知道就是说 我们已经预期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那手上的个股 你要不要去杀低 我想要码就杀在前面嘛 前面我也待会没有杀股票 对不对 杀完之后 到上礼拜是上礼拜 我跟各位讲 没有杀就不要乱杀了 对不对 那今天是不是果然大涨 涨了300多点 没有错吧 我说我就看这两个指标 我也在节目上无私的跟大家做分享 我希望各位你看得懂这个行情 有的时候 这个总体经济上的一些指标 很枯燥没有错 但是它会透露出 未来市场的一个方向 所以当指数跌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两个指标 都往下走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差不多了 这个盘没有那么差 所以我才会在设标打说 请大家把钱准备好 跟我来做潮体 那今天是不是果然大涨 你看到很多盘面上的股票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很多股票是不是都在做攻击 你看到这大盘的部分 盘式来讲的话 有没有 是不是如此 开始攻击 那盘面上很多股票来讲的话呢 各位你自己看 很多个股都在怎么样 都在做一个强势的攻击 这个不是我在跟各位讲 我上个礼拜就跟各位讲 我们一定会看到这种情况 很多股票会开始攻击 你看连旺海 旺海也攻到涨停板 有没有 今天阳明出完全席之后 阳明是不是也攻到涨停板 你们自己看 对吧 旺海也攻到涨停板 所以上个礼拜 我没有人跟你谈海运 我跟各位讲说 不要那么悲观 不要那么悲观 至少短线都还有机会 你没杀的 就不要杀在第一点 你可以等一下谈杀在杀 对不对 这是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我跟各位谈什么 我跟各位谈 所谓的这个元宇宙 对吧 我说 我已经感觉到 我已经观察到 整个元宇宙有点不太一样 尤其是宏达店 我讲了宏达店 我上礼拜五节目 你可以仔细去看一下 我怎么跟你讲的 我说宏达店已经不一样了 我说照理来讲 如果是做短的资金的话 他应该是碰到这个黄色的季线之后 就怎么样 碰到黄色的季线之后呢 他就应该要往下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 他量缩反而去突破了季线 那我就跟各位讲 这一波不会那么短 你回顾一下我礼拜五讲的节目 我周末假日节目都可以看 因为礼拜五六日重播嘛 你会发现 我跟各位讲绝对会不一样 所以当你看到整个元宇宙的股票 开始冲的时候 我直接跟各位讲说要注意来党股票 我会跟你讲说 各位 你们要注意什么 你们要注意所谓的车用元宇宙 你懂我意思吗 你要注意车用元宇宙 我今天我随便举讲股票为例子 当红大链长的时候 元宇宙的这个车用概念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是什么 大中控 大中控今天有没有大涨 你可以看一下这比较慢 但是你可以看到线型来讲的话 大中控今天也是大涨上来 对不对 也是大涨 2497的一粒店有没有大涨 一粒店也是大涨 那你回顾一下 上一次元宇宙在攻击的时候 我讲上一次 这个元宇宙在攻击的时候 元宇宙涨上来之后 你会发现后面涨什么 涨所谓的车用元宇宙 所以一样的道理 懂我意思吗 当我看到红大店已经上来了 那接下来要注意什么 就是车用元宇宙 车用元宇宙里面 你说这一粒店 这个半山腰你不太敢买 对不对 一粒店半山腰你不太敢买 3701的大中控 你说前面涨很凶 现在呢 也不太敢买 还压在这个反压之下 不太敢买 那我说你看我节目 我们最熟悉的元宇宙的 这个车用概念股是哪一档股票 就是6129的普层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来看一下 来各位你来看 是不是普层 你懂我这个逻辑吗 车用元宇宙 就是买普层 对不对 普层 我上个礼拜前几天 跌下的时候跟各位讲 500匹马力 有没有要开始攻击了 你们也不会相信 那你看他今天的普层 这是今天的普层 是不是越走越高 33.80 为什么 为什么他跟车用元宇宙有关系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普层 他的一个基本面 普层 车用订单看到什么 2023年 他的这个日本厂商 你自己注意看 其中日本车用电子相关晶片 皆当最为强劲 仪表板 抬头显示器 Hard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当时仪力电在飙涨 大中空在飙涨的原因 因为切入到所谓的成用元宇宙 我坦白跟各位讲 整个元宇宙 你说商机要大实现 包括META 包括宏达电 这个要完全实现 这个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鸿海明要发表所谓的这个 呃 元宇宙的手机 那大家乐观其成 但是整个产业 你说这个要发展起来的话 它需要一段时间 我上个礼拜我就跟各位讲 最快可以运用到整个市场上的 绝对是什么 绝对是元宇宙的Hard 就是抬头显示器的部分 这个因为 我们开宾室车 或是BMW车款 比较高阶一点的 我们都已经实际在运用了 而且它那个就是很厉害 假设我在开车 它那个东西是直接投影到 你前面的这个挡风玻璃 这个区块 我们一般的看所谓的这个 呃 行车 那个 呃 导航 导航地图 你要看什么 要不然看仪表板 要不然你就是自己去买一台 对不对 你要这样看 或是挂在这地方看 高阶车总是直接怎么样 打在所谓的这个挡风玻璃上 他会跟你讲说 你如果假设要导航 导航我去台北101 对不对 那他就会怎么样 在直接挡风玻璃上 会有一些箭头出现 告诉你啊 宗教东路要左转 或怎么样 直走 有没有 他就直接投影在这个挡风玻璃上 所以这个东西是 可以 已经在运用 这个东西是实际上可以看得到的 那平常为什么不会涨 因为没有这个元宇宙的这个资金提的来吵 但现在一吵 我建议大家 就是要往什么 往真正产品已经出来的 这些个股去看 所以 整个 普城的部分呢 他已经接到什么 接到所谓的日本车厂的台头显示器订单 所有的讯息都跟你讲说 车用大爆发普城出货 拼翻倍 那如果今年一家公司 他是可以拼翻倍的话 那为什么股价跌到那么深的地方 大家不太敢买呢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已经跌很深了嘛 跌很深的情况下 你还不敢买 对不对 这一波来讲的话 他有没有回档 有回档 但是回档过后 你会发现 现阶段这个整个筹码之金 又开始回过头来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 我跟各位讲了 500匹马力 我们就是要看普城 包括后面我发现 整个元宇宙的题材 又开始点热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还是要看普城 今年可以拼翻倍 业绩可以拼翻倍的情况之下 我个人认为股价30块 30几块 都是委屈的 因为为什么 他除了拿到日本车厂HARD订单之外 各位你有发现 他又拿下什么 他又拿下整个中国大陆车用LED的 大灯的一个订单 那你发现 现在整个中国大陆 有没有在做所谓的汽车下乡 还在汽车下乡嘛 对不对 汽车下乡这个题材 它并没有结束 有没有 然后你看这个 盘面上汽车下乡的股票 今天照理来讲 这种股票已经涨那么多了 它不应该再拉抬 但是你会发现 有没有注意到 还在拉 对不对 这些题材各股都在拉 都还在涨 现金都还很强 但是我说 你现在去追这些股票 有没有风险 当然有风险 但是你买这种 跌很深的 有没有风险 这风险又比较低了嘛 所以 现阶段我认为就是说 很多我所看好的股票 短线因为大盘的压力都跌下来 但是我讲的 我不会放弃 我要一档一档的把它做回来 至少让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你过去你看我节目的 你真的有蛮兴趣的 未来如果我创新高 就代表我没有让你受到伤害 对不对 那也是功德一件 所以我现在我所跟各位讲的股票 我有信心 我有把握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会一档一档的 持续的追踪 把股价慢慢的 给它追踪上来 让各位继续获利赚钱 包括6275的 这个 原山也是一样 我跟各位讲 浦城如果上来 创的波段新高之后 接下来下一档呢 我跟各位讲 原山也会开始动作 为什么 因为 整个中国大陆 现在呢就看两家电动车概念股在表演 一家叫做宁德时代 对不对 另外一家叫做比亚迪 你看最近的股价 都还是相对的强势 那宁德时代也好 比亚迪也好 都是谁的客户 全部都是原山的客户 包括中国的广汽 也是原山的客户 那这些中国大陆的股票 都在涨的话 那我请问各位 原山的股价呢 那当然是怎么样 当然是不会寂寞 只是说市场目前来讲的话 还没有去完全发现它的题材 那我相信 未来呢 它会跟所谓的 很多股票一样 下一种走元宇宙 元宇宙里面呢 就是看什么 看普城 对不对 那我在这录影时间 这个普城股价也是越走越高 那希望明天 再喷出去 再亮灯涨零板 应该就可以过这高点 那我们乐观期待 对不对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说 这个盘 只要行情稍微一稳定 我相信 我给大家的股票 市场最后 自然而然 会有很多买盘进来 莫名其妙就拉弹 因为我们所发掘的个股 是真的有产业趋势股票 我们不怕 所以这个行情 我跟各位讲 我再说一次 今年来讲的话 比较大的行情 我希望各位可以好好去把握 如果接下来的剧本 是按照这个剧本在走的话 那这一波的多头行情 它会持续到9月 懂我意思吗 因为7月13号 马上就要公布6月CPI 当你看到油价在下来的时候 就代表说 6月美国CPI一定是下来的 6月下来的情况之下 它就没有必要去升 所谓的3码或4码 它搞不好就2码 再加上如果接下来呢 这个沙特等联盟 要做OPEC联盟 所要做所谓的生产的话 油价继续压抑的话 那你会发现 其实最近很多原物料报价都下来 对不对 很多原物料的价格 包括什么铁矿砂 很多价格都已经下来 原物料价格下来 代表代表说 通膨会开始慢慢减轻 因为这个是 有点 怎么样 这个机身诞生 诞生机的一个原理 就是说我们看到通膨在高涨 那大部分的民众会怎么样 会紧张 未来可能 这个荷包不够买 会开始紧缩消费 当你紧缩消费的时候 所有报价呢 就会开始下来 为什么 因为需求 没有那么多 那你报价那么高 势必 供需原理嘛 价格在高档的时候 需求就减少 那你要让需求增加的话 价格就要下来 那需求才会增加 对不对 所以当需求紧缩 那价格就会下来 价格下来 通膨问题 它就解决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以现在的这个整个 国际上的一些报价来看的话 它有这样子一个循环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目前的情况还没有到 很多专家所讲的恶性通膨 还算是OK可以控制住 所以一旦这整个13号跟你公布 是下来的 那 可以乐见 就是说7月28号 它所公布升行的马数 就会怎么样 就会减少 那甚至呢 接下来呢 8月没有会议 到了9月 这个就空专期 所以 只要这一次是下来 然后呢 然后 后面大家就会乐观 它可能不做升行 或者是升一马 等等等之类 只要是比较偏割的话 那自然而然 台北股市也好 美国股市也好 这一波已经跌很深了 自然而然 后面就会怎么样 就会有一些买盘力道 开始呢 慢慢的去往上做推升的动作 所以面对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我们好把握 乐观其成 至少今天 这个底部 已经怎么样 没有继续 再去做一个 破底的一个动作 我个人认为就是好事情 你懂我意思吗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它没有在继续往下跌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指数 它就是好的事情 那这边 有机会会形成所谓的 大的一个 双W的形态 那后续 我建议大家密切观察 第一个还是油价 第二个 还是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这两个你追踪好 我觉得 在操作上来讲的话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剩下的就是说 你要去买什么股票的问题 对不对 那 我上礼拜 送给各位的普成 现在也是开始慢慢的 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那接下来要注意什么 普成已经上来了 普成已经上来了 所以接下来你要注意什么 注意这两个股票 元宇宙标股二号 好不好 接下来我告诉各位 短线上 因为宏达店所带动的效应 它很多的股票 会跟着往上动 因为宏达店涨 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 跌升的股价有机会 第二个 投机的风潮再起 股价跌升的情况之下 投机风机来的状况之下 那是最好做股票的阶段 懂我意思吗 我们只要掌握到对的题材 那我相信后面就会反映 当你整个盘是在跌的时候 我讲了 你有再多的题材 都没有用 可是你行情只要稍微直稳 盘面上有一些族群 有一些题材 它能够凝聚力量的话 那它自然而然会去扩散 一档一档去扩散 然后呢 慢慢把这个面盛起来 我常在讲 股票这个有没有行情 我们先看 这个点有没有出来 当有单兵在做点火的时候 你看一下 有没有另外一个单兵做呼应 另外一个单兵呼应的时候 你看有没有第三个单兵做呼应 那有三个单兵做呼应的时候 它会排成一条线 这个线呢 它会去往外做扩张 扩张之后呢 它又有其他的线形成 越来越多的线形成的时候 它又形成了一个面 一个面成型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大局 那你看看 现在的这个整个宏达电的一个走势 有没有 我们看到宏达电 它是涨停板 它这个单兵点火出来了嘛 宏达电起来之后 带动了什么 23 2338的 2388的广雨 这个威盛 也是涨停板 对不对 然后带动了什么 带动了5351的预创 预创界是大涨 然后呢 有没有拓展到车用元宇宙 普通 对不对 2497的一粒电 3701的大中扣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跟车用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看 慢慢看到就是说 在整个线的部分已经成型 那下去拓展 慢慢往外拓 那接下来形成一个面 当一旦这个面成型的时候 这个资金会有如这个洪水般的疯狂的涌入 之前杀出去的这些资金 我跟各位讲 莫名其妙 又会有一些新的资金进来 这就是股票市场 每一波的行情 它都是如此 所以面对这个走势来讲的话 大家也不要过度的一个悲观 好不好 掌握到一些好的股票 我们慢慢的去做一些个股 然后呢 积极的来做操作 所以面对这个行情来讲的话 各位 放心 很多股票 接下来都有机会做抢攻 那我之前我跟各位讲过的股票 我讲我不会放弃 包括普神也是一样 对不对 有跌下来 但是呢 我说时间点到 我们一样再送给大家 我持续推荐追踪 我希望这一波上来呢 这个地方的压力都突破了 直接往前面高点去做攻击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代表这两股票 我们也功德圆满 那接下来就会推 开始往上 往前 推进另外一档股票 好不好 所以 今天那各位 你看到 6129 補成已经大涨上来了 我希望各位要有信心 那你今天你不知道要做什么的 一样 把电话拨通 你今天手机号码里面 只要有6 有1 有2 有9 其中 9大家都有 那就其中2码 好不好 我们也不要太 放水太严重 你只要有6129 因为9大家都有 所以这基本 那你只要有其中2码 电话号码里面 手机号码里面有 6129 其中2码的投资朋友 欢迎大家 你们把电话拨通 跟着我一起来 好不好 这两股票我就送给大家 行情不好的时候 我讲的 我们可以过度保守 但是有行情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稍微积极一点 好不好 今天看到节目的 这两股票 打掉进来 打掉进来 你只要符合资格的 我全部送给大家 希望你们 在这一波行情 稳定的情况之下 可以 掌握到对的股票 继续赚大钱 王老师也在这个地方 祝大家 操作顺利 四次顺心 和家平安 好不好 股票就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 跌没有办法 因为行情不好的时候 基本面 技术面完全失礼 但稍微稳定一点的时候 自然而然 买盘会重新归对 那我前面我讲过的股票 各位你们放心 只要我还坚持住的 我会想尽办法 在接下来下半年过程里面 我会一档一档的 持续帮大家追踪上来 安心 好不好 所以管线上 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买这一档 6129 其中有一码的投资朋友 元宇宙标谷二号 直接送给各位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 8511 3366 02 8511 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雇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 顶业投资 02 8511 3366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 8511 3366 02 8511 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 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 8511 3366 8511 3366 顶业投顾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头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一千元 体验轰烟了一个月 就算轰动时长操盘秘籍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 这次只要一千元 请播022 365 3255 天哪 车货后续该怎么办 不用慌 有方法 有财务损失可自行和解 或到各条件委员会申请调解 或向地方法任命市庭提起诉讼 想厘清肇事责任 可向车辆行车事故鉴定会申请鉴定 若有人员受伤 可于六个月内向辖区派出所 或地方检察署提起刑事伤害告诉 投保汽车长置写 发生车祸时可申请保险金 若对方为投保或肇事逃逸 可向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申请补偿金 车货当事人席职 调解坚定与补偿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请稍后 请稍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